我們第一個啦,其實這個表單設計的部分的話,大概有幾個要點 第一個就是說呢 到底為什麼需要把Excel裡面再加上一個表 主要就是說因為如果你直接讓人家輸入在Excel裡面的話,常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輸入的人 因為他不知道要輸入什麼 所以他會隨意亂輸入 那隨意亂輸入的結果就是怎麼樣 你輸入的資料 你知道本來如果按照順序輸入是沒有,但你輸入錯誤的話反而更麻煩,你還要再確認 到底你在輸入是什麼東西啊 OK,比如說應該輸入一個數字,就他輸入不是數字 那輸入反正就是錯誤百出啦 變成說你可能要耗掉更多時間,為了怎麼解決到底這個錯誤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不斷詢問 那我舉個例子啊,就像之前有一個學員是 他在這個公賣局 上班,然後他的底下很多,他差不多五百多家經銷商吧 那五百經銷商他要做一些輸入填寫資料的動作嘛 那以前是直接給Excel他們輸入,回來的東西他要再整合在一起 那以前的,沒有用表單的時候呢,大家都亂輸入 然後輸入結果呢,他每次都要再做檢查,然後他打電話詢問,然後耗掉很多麻煩 而且每次跟他們講說不要這樣輸入,每次回來都還是輸入錯誤 然後來他用表單之後的話,他發現哇,實在太好了 再也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為什麼,因為表單就限制他們 只能夠在哪個地方輸入,輸入什麼資料,如果輸入錯誤呢 不能過關 那你反正你就要給我輸入是正確資料 也就是說經過,就有點像關卡,反正我這個關卡已經都幫你篩選過了 你裡面的資料呢,是完全正確的 OK 另外的話呢 他給的Excel檔案也是不能修改的 也這裡面資料都不能改 你要輸入的話,你只能夠透過表單 那這樣的話呢,等於就是 完完全全的是封閉環境的 你只能給我按照表單填寫 這樣的話呢 他以前可能要經常加班,他說用這個方法之後,他說再也不用加班,因為回來的東西全部都不用改動 每個都是可以用的 OK,所以其實他說省掉太多的 這個時間了,那諸如此類啦,還蠻多的,我發現很多 時候就是說 各分公司 或者各分店來的 每個都亂填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問題,或者是 底下有各部門 要填寫資料 灰愛資料都面目全非 那你就有 必要 利用這樣的方法 來 讓他們輸入資料 那首先的話,該怎麼做 你可以發現 那個表單在哪個位置 其實主要的位置在哪裡 在模組的上方 需要先再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這第一個 插入一個自訂表單之後,你再繪製這個表單 那有點像一個畫面 前面的話是什麼標籤,後面是填寫什麼資料 然後按下 按鈕就把資料給輸入進去 那底下就是我們寫的程式啦 那我大概 把等一下做的 這個成果 我先秀一下,這個是之前上課 寫好的啦 一個 那首先當然打開的時候,他一定要啟用聚集 OK,因為裡面是用VBA寫的 好 那他會隨著 E-Sale 自動打開表單 當然他關掉沒關係啦 這邊還有個啟用表單 還是可以打開 只是說呢 你如果擔心說有些人他 找不到啟動表單按鈕 那你反正就隨著 這個打開嘛 你要輸入的話很簡單 就是輸入名字 然後再輸入他的成績 Enter就可以了 Enter 然後這個地方我有多做一個動作 本來是要按這個按鈕的 但是呢 我有透過一個 偵測Enter鍵 他自動幫我把它 轉移變成按鈕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剛剛填的資料 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填上 我們填了幾個資料 1234對不對 那後面這幾個資料呢 是自己產生的 只要填4個 後面這個是自己 那怎麼自己產生 很簡單嘛 我們這上面不是都有公式嗎 你就把公式呢 把它 再用輸出公式的方式 把那個上面的公式 複製 到下面來 有沒有 就自動完成了 OK 類似像這樣 然後 另外的話如果把它關閉 有人想說他偷吃步有沒有 他偷改的話 我看一下這邊應該 他會出現這個 有沒有 保護住了喔 你可能需要輸入密碼 就會有人想說 那保護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在教育裡面的取消工作表 不過呢會需要密碼 那當然你不要跟他講嘛 對不對 如果他不知道 你不能亂輸入 還是不能啊 因為一定要密碼 OK而且現在 你說要取消 用那個什麼程式去 去把它 破解 其實這目前應該很困難的 也就是他沒辦法 反正呢你就一定要給我這樣子填資料 那這樣好處就是 他基本上就不會亂輸 不會亂輸入你就不會 有那個什麼呢 需要再檢查的這個問題了 而且你會發現如果他完全沒輸入按新增 也不行 一定要輸入 比如說輸入 而且我這邊有防呆 比如他又填什麼 這個啦 他會先檢查有沒有資料 好 那比如說這個不對對不對 他會怎麼樣 Check一下 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並且把這個資料 去掉 一定要填 如果他填的是 大於100分的 請輸入0到100之間 有沒有 去掉 一定要給我填 那也就是這個所謂的防呆啦 那至於這個防呆 基本上背後就是邏輯判斷 就是我們 那個邏輯判斷你可以自己去定義嘛 反正你只要符合某些某些規則 你才能夠資料寫進去 如果你不是這些規則 那很抱歉 你就不能寫進去 所以你可以預先想一下 你有哪些資料是要讓人家輸入的 反正你就可以輸入正確 那當然不用說每個地方全部都要讓他 像有些地方 平均成績 不用吧 我幫他算就好了 有沒有 像合格不合格 這個我幫他算就好了 所以只要填的就讓他填 不要填正確 這個正確 Enter 就又多一筆 而且我這邊要多弄了一個 有沒有 自動畫框線 不過這個當然比較花俏啦 其實都可以啦 你要做得很花俏也沒問題 你要做一個系統也沒問題啦 OK 所以其實理論上 那個VBA能做的事情 實在太多了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衍生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做這個 這個表單部分 所以首先的話 第一步呢 我們就是要先繪製這個東西 那怎麼做 一 請你開啟Visual Basic 二 請你把 這個部分 有沒有 左上角這一塊 把它往下拉一點 就是模組的上面 或者是這個去按右鍵也可以啦 插入我們之前是插入模組 有沒有 就是寫VBA 那如果你要 產生一個表單的話 請你點選所謂的 制定表單就可以了 點下去 那接下來的話呢 它會出現一個區塊 大小你自己調整 大概就這麼大好了 反正大小你要大要小 沒關係自己自己調整 那這邊有工具箱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一般的設計是由外而內 由左到右好了 外面部分 你們大概 設計部分 就看一下 外面這個叫成績系統好了 OK然後 這邊顏色部分變更 那怎麼變更它的 這個上面 叫做成績系統 第一步的話 外面框框呢 左上角的部分 這個叫caption 所以你找到那個有個屬性 屬性就是它的相關設定 找到什麼 User Phone 1 你就打什麼 成績系統 OK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就OK了 caption 所以第一個 你們先按右鍵 插入 自訂表單 第二步的話呢 由外而內 由左到右 所以這個先把它改caption 另外第二個是 它的背景顏色 如何變更 背景顏色 它應該可以猜出來 有沒有屬性可以變更 有沒有看到 back color 背景顏色嗎 再來我們把它改成淺綠色 OK 那這邊有個調色盤 改成淺綠色 好這樣OK了 它顏色不一定要這個啦 你自己可以調沒關係 那由 外而內 由左到右 現在我們外面OK了 所以我剛剛改這個跟這個 其他如果你想改 你可以改改看 那再來的話呢 有左到 第一個的話呢 請你找到那個標籤 大A的部分 把它拉一個 那因為我需要四個 一個叫姓名 到什麼 面試考核 這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 你可以先做一個 那首先的話 記得喔 用標籤 待會我們會用的 基本上 這個是標籤 這個是文字方塊 這個是按鈕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 只會用到那個控制項裡面的 這個A 大A 小A小B 按鈕的話應該是 這邊 這個切換按鈕 按鈕的部分應該是 下面吧 這個切換按鈕 所以這個版本好像有一點變化 在這裡 命令按鈕 在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會用到 1 2 3 OK 那我們 待會呢 就是設計 先加一個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Caption 部分改成姓名 Enter 一樣把Enter 那這邊就姓名 字太小怎麼辦 這邊有個縫 旁邊有三點點這邊 點下去 可以把字放大 大概16左右 字放大了 然後把它稍微縮一下 那 它的顏色可不可以變 可以啊 應該是叫 FourColor FourColor就前景顏色 如果字要變紅色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 FourColor變紅色 那再來的話 當然你其實只要做一個啦 底下還有另外三個 我是建議你用複製的 拖拉加Ctrl鍵 然後再把這個改成 Caption有沒有 再把它分別改成什麼 改成答案 考核 操作考核 面試考核 OK 然後一樣的方式的話 在它的右邊再增加 這個文字方塊 拖拉一下 OK 那我是建議一樣 你先把它縮放 大概到你比較適合的大小 然後呢 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的字 那個form 它的那個什麼 這個的form 因為它預設的字形 好像太小了 所以我是建議可以把這個form 的字的大小 大概設定成 16或14吧 14左右 不然的話 預設好像9號是太小 那你做一個之後的話 再把它什麼 複製 我建議用 按Ctrl鍵 拖拉 就會有第2個 第3個 第4個 OK然後 123 4個 然後再用命令按鈕 把這邊再拖拉一下 這個叫新增 所以 Caption 部分的話 它原來叫什麼 Command button 1 把它改成叫新增好了 OK 字的大小的話 一樣在form 把它改成16 顏色要不要改這個看字啦 把它改成 4color 改成 紅色的字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大概就會有個表單出現了 那如何讓它可以呈現出來 上面有個執行 按一下 出現 但是現在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因為 程式還沒寫上去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程式 怎麼寫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由外而內 由左到右 所以分別是 標籤 文字方塊 跟命令按鈕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好不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喔 再見喔 有